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包装 哦 这就是我们的乌云达姆 大家看他身上长着非常坚固的铠甲 是不是 然后啊 他的头上这里有一个激光 这是他的武器哦 那乌云达姆呢 作为胶囊怪兽 是我们赛文奥特曼的三只胶囊怪兽之一 包括我们之前给小朋友们介绍过的克拉米斯 也是我们的胶囊怪兽之一 好 是不是一直 让我们来拆开包装 看一下乌云达姆的变形方式是如何的吧 好 拆开包装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乌云达姆的 防御形态 奥特弹的一个形态 我们来仔细地看一下这个乌云达姆的奥特弹 哦 全身银式的装甲 这里还有奥特弹的识别码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乌云达姆是怎么变形的吧 首先 嗯 这个应该是乌云达姆的手 然后我们来把它张开 哦 这个手的张开方式跟其他的奥特弹的张开方式非常的相似啊 接着啊 是他的脚 把两只脚张开 然后把它脚底的这个部分往上张开 好 手跟脚张开之后呢 接着是他的头了 是不是 他的头应该就是藏在这个身体的里面 让我们来看一下 哦 这里打不开 难道是旋转的 哦 真的 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把这个胸口的这个装甲打开之后 把它头往上旋转 把胸口合上就得到了我们的乌云达姆了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乌云达姆整体的造型 是一只非常高的一个怪兽啊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细节部分 乌云达姆的头部 黄色的两只眼睛 然后尖尖的嘴 然后还有他最富特征性的头上的这个激光器 这是他的武器哦 好 来看一下他银色的装甲 乌云达姆的装甲 非常的坚固 一般的激光武器或者一般的炮弹是伤不了他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脚部 嗯 他的脚部也是非常的粗壮啊 是不是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乌云达姆攻击的形态 小朋友们 让我们把它变回防御的形态试一下好不好 首先啊 把他的胸口打开 把他的头往下旋 把他的胸口合上 这个时候把他的两只脚合上 接着把他两只手合上 好 那我们的乌云达姆防御形态变形完成 同样是作为胶团怪兽我们请出了我们之前出厂过的克拉米斯 我们来回顾一下克拉米斯是怎么样变形的并且来研究一下他的形态 首先 让我们来打开克拉米斯的手 非常相似的打开方式啊 从身体的两边张开 然后呢 他的脚部跟他的头部和我们的乌云达姆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小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啊 把他整一个蛋打开之后 把他头往上旋转 他的头啊 不是在身体的上方 而是在身体的前方哦 小朋友们记不记得 然后他的脚呢 也是藏在了奥特蛋的里面 克拉米斯的整一个奥特蛋的变形呢 非常的奇特 不但是他的头还有他的脚都藏在了身体里面 而且他的头啊 是在整个身体的前方 小朋友们看一下是不是 所以啊 橙子哥哥认为啊 克拉米斯的变形方式 独特性方面是打五分的 哈哈 好 这就是我们的胶团怪兽 克拉米斯 让他跟我们的乌云达姆对比一下好不好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赛文奥特曼和克拉米斯 还有乌云达姆两只胶囊怪兽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 在身高方面是我们的乌云达姆占优胜 但是橙子哥哥认为在形状的奇特性 还有克拉米斯的嘴唇非常的厚啊 哈哈 橙子哥哥认为独特性方面还是我们的克拉米斯占优胜 小朋友们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变形蛋呢 记得在橙子哥哥的评论下方留言 好 那接下来让我们的奥特弹扫描枪 扫描一下这两只怪兽 好 接下来用我们的奥特弹扫描枪 扫描一下它们 分析完成 这个怪兽的名字叫乌云达姆 身高是40米 体重是23400吨 非常温和的性格 好 那这就是关于乌云达姆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克拉姆斯 这时候我们再来调一下 好 我们来扫描一下克拉米斯 分析完成 这个怪兽的名字是 明明月米克拉斯 身高40米 体重2万吨 性格呢 和我们的乌云达姆是一样的 非常的温和 好 那以上就是这两只怪兽的扫描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米克拉斯 和乌云达姆的变形蛋介绍 谢谢小朋友们的观看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更多的奥特曼玩具 请订阅城市乐园在日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